202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于7月14日至30日在日本福岗举行,中国跳水队派出由王宗元、全红缠领衔的18人队伍出征,参加全部13个项目的比赛。 全红缠10日抵达福岗日夜操练,加紧备战。 按照赛程,7月16日,他将联手陈雨希在一天内完成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预赛和决赛。 7月18日,参加女子单人十米台预赛和半决赛。 7月19日,与陈雨希争夺女子单人十米台冠军归属。 日本是全红缠的福地,两年前的东京奥运会,他一战成名天下制。 本次世锦赛,忠心期待红姐强势夺冠,早日实现大满贯的梦想。 7月15日,世界永连世锦赛跳水项目结束第二比赛日争夺,全天一共决出三枚金牌,全部属于中国跳水队。 张佳琪王飞龙获得混合双人十米跳台冠军,林山和李亚杰包揽女子一米板冠亚军。 压轴登场的王宗元龙道一斩获男子双人三米板冠军,还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个项目的奥运资格。 本届世锦赛的首枚跳水金牌来自于混合双人十米跳台。 奥运冠军张佳琪和首次参加世锦赛的14岁小将王飞龙发挥不俗,以339.54分强势夺冠,领先第二名26.10分。 应该说,奥运冠军张佳琪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,经历伤病和状态波动后,张佳琪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而小将王飞龙成为新科世界冠军,他很有潜力,值得重点培养。 第二枚金牌来自女子一米板,林山和李亚杰早早确立领先优势,两人展开激烈竞争,林山发挥更加稳定,以318.60分强势夺金,比李亚杰多了12.25分。 李亚杰虽然未能实现未免,但他也发挥出了正常水准,拼下一枚银牌。 这个比赛日的第三枚金牌出自奥运项目男子双人三米板,王宗元龙道义携手出战,两人在预赛表现出色,断层领先,决赛其实就是跟自己比。 前两轮的规定动作,王宗元龙道义稳定发挥,先后得到52.80分,55.80分,单跳都是全场最高分。 第三轮的5154B,王宗元龙道义得到82.62分,仍然是全场最高分。 前三轮结束,王宗元龙道义领先,英国组合接近10分。 第四轮,王宗元龙道义的5337D发挥相当出色,得到91.35分,虽然英国组合发挥也不错,但是在前四轮结束后,王宗元龙道义的总成绩来到282.57分,领先英国组合18.39分。 相比资格赛,英国组合杰克·拉夫尔·安东尼·哈丁的表现更加出色了,确实给了王宗元龙道义不小的压力。 第五轮,龙道义出现比较严重的失误,王宗元龙道义的407C仅得到73.44分,前五轮结束后总得分为356.01分,仅领先英国组合8.61分。 最后一轮,王宗元龙道义的高难度动作109C顶住了压力,得到100.32分,全场唯一超百分动作,总成绩456.33分夺冠。 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示警赛三连冠的壮举。这样的话,中国队在这个比赛日包揽全部三枚金牌,还有一枚银牌。 接下来的第三比赛日,全红蝉斜杠陈玉希亮相,冲击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,另外还要进行男子一米版决赛,祝中国队好运。